大家好 欢迎回到法庭帮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的下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网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政行部 沙冷戏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就着昨天终审法院的终极判决 颁下判词 就裁定了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案 不在现场的参与者就不可以视他说叫做主犯 但是有一点我们都要补充 也不需要太过失望 强调什么呢 推动 鼓励 或者促进了非法集结 或者暴动的行为 无论这个被告有没有在现场都好 都是可以按叫做重犯罪行来懲处他和主犯一样的刑罚 即使的名字可能未必一样 但是那个刑罚方面 就可能都是同一样 九九九千触纯金 那怎样叫做重犯罪行呢 不是说你重复再犯的意思 是从前的从 犯罪的犯 就着这方面想多说一些给大家听 不然大家可能听完有点拖拖的那种 重犯和不完整的罪行都是其实是普通法里面的概念 中心法院的判词也都指出了 直接干犯罪行的人就为之叫做主犯 以一个谋杀案为例 主犯即是向死者作出致命一击的人 至于叫做重犯呢 那是什么呢 即是协助 教唆 怂恿或者促致主犯犯案的人 就可以按着这种叫做重犯罪行 对他的刑责是可以跟主犯相同的 大家都明白 一提到什么协助 教唆 即是想起那些什么家长车 还不是协助 教唆那些什么网络军司 冷气军司 暖气军司 那些都是一样 促使他们这班人就去了暴动 现场暴动或者非法集结 这是一件事 怎样叫做不完整罪行 即是多于一个人 村谋这个计划犯案 或者是有人煽动其他人去犯案 但是如果这个罪案在起诉的时候 没有或者未发生的话 参与的人可以被控村谋或者煽动等等的罪行 那我们一位法律界的盲友 施小姐 可以叫她做施施 要多谢她先 她也有就着村谋这一点 就给了一些资料 我们望向编辑部可以分享给大家看 她就说村谋其实比较容易叫做入罪 因为最重要是证明 每一个被告是有一个他们之间的协议 就算这个行为最后没有实现 都是可以定他们罪 刚才就说了是谋杀 盲友思思她怎么说呢 她说最简单的 举了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村谋行劫 可能有四个人 一个人就负责把风 一个人就负责实际去抢劫那一只 一个就负责踩线 一个就负责租车 如果有一些独立的证据 证明到他们信息之间有提及到这些的话 然后安排整件事究竟是怎么做 到后来 闭路电视又见到他们进行了这些行为 当然最好的是被告之间就互相睹灰 或者有招认 就是一个叫做最佳的证据 她也提到了村谋是比较特别的罪行 法律要求也都比较多 不过定罪方面就有比较容易 这里再一次再一次多谢这位法律界的盲友 思思 因此 扳了这个判词之后 我昨天在节目都有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案件 都是在排队等这件事的判决 就是这个判词究竟是什么东东 是说盐西聪 今天新鲜滚热纳就立即有一宗 因此就很想快点和大家分享了 这次说的这一宗是发生在2019年8月18日 尖沙咀的一场暴动 控方其实一直都未读出那个开案的层次 其实就是要等待中审法院这个判决才去执行 很快就搞定了 也引用了中审法院的判词 就指这10个暴徒被告 就以主犯的身份、言语或者行动 就作出了一些破坏社会安灵的行为 或者在一些重犯的身份协助、教唆、鼓励 破坏社会安灵的行为等等 从而参与这个暴动 真的非常好 用得非常fit 这10个暴徒年龄分别由19岁到40多岁的一位中女 如果42岁的话 他们就被控一项暴动罪 就说他们当时这一晚 就在尖沙咀的阿士丁道和康弗里士道之间的尼敦道 就参与了一场暴动 为什么这一宗我看到眼睛会叮了一声呢 就是2019年8月11日 除了这10个暴徒之外提到尖沙咀 大家有没有想起一个人 就是爆眼淚了 爆眼淚那一身的武装 那一身这样的装束 还有他身边那一群人这样的行为 还有当时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会不会迟些呢 就要起诉爆眼淚呢 我们密切期待 那就是说他们当晚大概7点12分左右 这一班暴徒就向着尖沙咀警处行车的入口 就扔汽水流多弹子 其中呢就击中了一位男警 令到呢 他双脚的下身被烧伤 我还好记得这一幕的 哇有没有搞错 因为那个位置 我经常都经过的 而且呢 他们这一群人呢 扔了进去之后 还竟然呢 就说警方自己 安排去扔 不是吧 喂 这还说是假的 我们说回了 这位烧伤了一对脚的警员 他的脚 雙脚 下肢可以这么说 只有5.5%是二级烧伤的 喂有没有搞错 这群人渣来的 那之后这群的暴徒呢 也都推了一个 大概4米高的高台架 就去到柏黎大道 我猜呢 是有机会附近的人 是用来弄柏黎大道的那些铺 上面白雪雪的那些 可能弄灯也好 弄什么都好 弄不同的装修也好 或者射灯也好 都会用这些钢架 还有这些钢架 不是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这些钢架呢 是有认证啊 检测啊 就是经过哪个部门 检测过才可以拿来用 不是随便买一套 就冻在那里就不行 它们很离谱 将这个高台铁铛 一声就推到落地了 一知为什么看到这么气愤 就是这样 因为以前试过做一些 例如好像圣诞灯式 或者外场有什么设计 都要叫大哥 租一套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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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因此我对着这套架 我都很爱惜它 竟然突然被它推出行人路 然后还有挖砖 打开这个雨傘 也是那一招 前面那一招就开遮 后面那一招就继续挖砖 或者敲打地面 或者做一些声音出来 但是不知道 或者准备想订 也用硬物敲打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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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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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希望有机会要进去 或者是sir里面在做事 我们也不希望搞到他了 是一些随暴安良的工作 或者是保护住市民的工作 我觉得是应该要尊敬 不要搞到他们 警方也都说回了 多次警告无效 你看多好 多次警告不就立即走来抓这帮弹散 后来警方去了俄士丁度交界往南那边 推进驱散这帮示威者 而且也作出一个叫拘捕行动 放不一声 捉了这10个 他们都是在暴动区域里面被警员截停和拘捕 我们看到这帮人 当时被拘捕的 就是社长所说的 走得不快 装备又不是很好 你看得出的样子 不是最健康的一群 所以看到是否肥仔赖尿 不知道是否这一晚 我都不记得 因为肥仔赖尿的坐在地上的黑暴肥仔 他大概在左墩左右被拘捕 这些人被拘捕就不要说那么多了 不是警方什么警暴 是你们先违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今时今刻 人们都说 警暴 你们出来做一些暴力行为 刚才都说了 在帕麗大道这样搞 推入人的铁架 然后叫销挖砖遮阵 请问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那帮人全部都穿了黑衣 戴有不同的防护装备 例如 头盔 眼罩 防毒面具 手套 就是那些什么3M 半重东西 没那么满手 生理盐水 放在防毒面具用的类罐都有 也说他们这些物品 和现场参与暴动的人的衣着 或者他们的装束等等 都是一致的 我们看回那个开案层次的时候 哇 厉害了 由警员说回他们推进的时候 看到是什么情况 手足情深 其中有很多个示威者这些暴徒 在近住帕麗大道的那间封闸 门口轮轮轮轮 轮轮轮轮轮轮轮了 因为他们要快走 正所谓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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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就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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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遇到四五個徒刃把他們推到掉落地 阿sir要小心點 不小心踩到他又說警暴 其後有第二個警員一手出來 撲出 馬上把第六被告 都按下了 說到第六被告28歲應該都是年青力壯卦 肥不肥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肥仔賴鳥的 控方也繼續說 10個這些黑暴友 真是黑暴 他們的衣著全部都是類似 再加上他們集結在現場 都是會令到增加了集結人士的數目 有那個叫互相鼓勵他人 互相扶持 或者叫掩護 剛才是他們那麼手足情深 想逃避警方的追趕 又拉著他們 一切走啊手足 他們完全不懂的 你記住有人說真的是手足情深 真是笑爆嘴 控方也說 警方其實多次發出警告 各個被告 不是在現場協助 或者是教唆 或者是參與了一些破壞社會安定的行為 亦都好像當時那個 中大什麼二號橋什麼保衛戰 亦都提到一點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足夠時間 離開現場 避免自己 成為了參與暴動的一份子 那時候中大都叫搞笑一點 又說什麼 為什麼你會有一身裝備 有人怕我 會中了催淚煙 所以一路走又給我一些裝備 我戴著戴著 有全身都是裝備 這班人不可以說了 我不知道你在尖沙咀什麼 我逛逛街吃下飯 突然有人給我一身裝備 我還給我一些鹽水 給我一些手套 棉花 護目鏡 不如給錢你坐的士 再請你吃宵夜 控方都說 認為法庭可以憑著他們當時身處暴動的現場 以及各項的環境證據 作出唯一無可抗拒的 推論就是什麼 他們就是在參與這場的暴動 所以說他們暴徒 是絕對沒有錯的 也都指他們 無論是 言語 或者那個行為 都是參與其中的 辯方 還有些什麼好說 就 說最大的爭議 他們 沒有暴動 大佬你這樣說都可以 不過也是 他要幫助他的client 自然就是這樣說 還敢說他們這個不是暴動的範圍 到時看看觀點 還有各個被告的參與程度 都是有爭議的 我們其實看到 中大2號橋那一單 其中有 好幾個 都是的 他們完全是 沒有見到他動手的 但是 也是以那個叫做時間 如果我證明 證明到他們是在暴動現場 剛才我講的 有 棚架 鋼架 應該說 又掘磚 又這樣那樣 又敲打的東西 耳狀聲威 嘩 響似聲威震 這班人所掃出來的東西 簡直是 將我們對於 香港 我們平日那麼愛護的香港 印象 是相反的 我們接下來 大家估計 他們會不會認罪 還是會繼續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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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覺得挺難的 我看回當時的照片 其實不單止是 他們有什麼護目鏡 什麼防毒面具 有一部分 還有那個安全帽 只不過呢 被警方拘捕了之後 就把那頂安全帽都拔下來 好人好者 你幹嘛出去 尖沙桌 逛街 要帶安全帽 我想問一下 一般的香港市民 會不會因為 2019年6月之後 那些什麼暴動的事件 或者非法集結 那麼多 訂磚那麼多 嘩不行了 媽媽我出街的時候 我要帶回 頭盔才行 買回工業用的安全帽 我怕被人訂磚 訂到我 不會的 你不會說 因為這樣 刺激到 買這個工業用的 黃色頭盔 會刺激到銷量的 我未聽過有人會買 如果是的話 可能會出不同的版本 怎樣才叫不同的版本 可能有小白熊的工業用 安全帽 角落生物 多拉A夢 櫻桃小丸子 納筆小身 有趣一點 帶出街 都過癮一點 用來防止訂磚 因為叫你真的去地盤做事 這班人 跟我說不是來暴動 不如說你去外出街吃飯 看電影 去尖沙咀碼頭 拍拖談心 不要傻了 快點認了就算了 你說的 起碎有多彈子 是不是他們扔進去呢 或者是 這10個人扔是不是呢 這個值得商榷 但是我們到時看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 繼續留意著法庭的 審訊是怎樣 再一次 都是相當期待 看看會不會 起訴爆眼淚 那就最好了 因為到時起訴他 就知道究竟 他有沒有離開了香港 因為當時說 雙目永永有神 還在機場 嘻哈哈 和人拍照才走 是好的 因為爆眼淚這件事 是相當可惡的事 現在想起還是相當火滾 不過當時說很支持爆眼淚 又有什麼懷眼的人 基本上 很多 都看到他們有應得的懲罰 當然不是因為他們 維護爆眼淚這件事 所以得到這個懲罰 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可能因為不同的種種原因 有不同的案件 例如朱凱迪 黃之鋒 尹兆堅 即是個個想要借爆眼淚 這件事抽水 其實很多都是時辰到的 還有我要見指揮官的胡志偉 現在就去了監獄 很多很多的 不過還押都是有他們受的 例如那些什麼楊岳橋 其實楊岳橋會挺慘的 你想一下 不過這個就是拿來 一個 要包圍立法會責刑 通宵守候的 竟然穿著一件三件頭的西裝 在帳幕上和人嘻嘻嘻的拍照 你想一下 他連帳幕 拍照或者打卡 都不能夠叫貼地一點 你跟我說這個人睡區壓所會怎樣 一定是辛苦得爆那隻 是不是 好啦我們這次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再一次多謝 法律界的網友 詩小姐詩詩 多謝先 拜拜